下面我们来看一则教育局雇员因薪酬过高遭调查的新闻 据纽约邮报8月31号报道 纽约市教育局一位雇员的工资或将超过市长白思豪 这位雇员工资涨幅如此之快 涨得如此之高 以至于引来了纽约市政府的怀疑和调查 报道称 今年38岁的丹尼尔·米勒 是教育退休系统委员会的副主任 作为纽约市五个养老金计划中最小的一个 这个系统只有5.3万名成员 包括助理 自助餐厅的工作人员 护士 教育中心工作人员和交通协管 目前他是教育局薪酬最高的雇员 仅次于年薪为35.3万元的教育局长理查德·卡兰娜 据悉 去年11月米勒工资涨幅达到17% 从21.71万美元涨到了25.5万美元 比纽约市其他四个专门为警察 消防员和其他公务员 设立的养老金系统的负责人高出几万元 拥有36万名成员的纽约市雇员系统退休 前执行董事约翰·莫菲说 这太疯狂了 这个人得到这笔钱对全市都有影响 必然带来巨大的问题 莫菲认为 一人工资过高将使其他部门的薪资要求产生连锁反应 知情人士表示 在批准加薪之前 米勒的老板 教育退休系统委员会的副主任李奇与B2S的几位受托人进行了磋商 但李奇并没有征得包括卡兰扎和8名市长任命者在内的全部17名董事会成员的批准 对此 市政厅发言人表示 B2S员工的工资由执行董事全权决定 市政厅和董事会都没有注意到加薪问题 教育局长卡兰纳的发言人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 但另一位发言人证实一些不知名的董事会成员向纽约市教育调查特别委员会提出了投诉 后者已经对此展开了调查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